哈嘍,大家好,我是Jo,Ease,我就是Jo,Ease 今天呢,我們不出外景 要來坐下來好好聊一聊我的英文學習小撇步 最近呢,因為一個跟外國人用英文介紹廟語文化的影片呢 受到大家很大的關注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一直以來呢,我都非常希望能夠成為廟語文化 還有台灣的民俗傳統文化 還有國際化的這個橋樑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喜歡講故事 然後非常喜歡跟外國人分享台灣文化的人 所以接下來呢,也會持續的有一系列的特輯 是用英文來介紹台灣的廟語文化 那到時候再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集呢,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英文上學習的小撇步 因為經過那個影片之後呢 陸陸續續有超級多人發訊息來問我 就是把我英文什麼學到 又怎麼樣才可以把英文學好啊 能不能分享英文的一些心動力散等等的 所以待會呢,我會先來簡單的介紹我自己 英文學習的背景 再來呢,跟大家分享 我學英文上有沒有什麼小撇步 來幫助我能夠把英文講得更好 那就希望今天的影片 對於大家的英文學習都有所幫助囉 在我分享我個人的英文學習小撇步跟技巧之前呢 我想要快速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長背景 因為假如我今天如果是ABC的話呢 那這影片可以直接結束了 沒有啦,我是覺得如果我今天是ABC 英文環境相差比較大 那今天這個影片或者是我的建議的 我的參考價值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其實我跟大部分人的背景都非常的類似 首先,我絕對沒有讀外文系 然後我也不是什麼英文老師 所以呢,我的英文學習方法可能沒有很正統 所以大家呢,可以著亮的視情況去參考 第二,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我也非常希望我是ABC 我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夠小奮鬥十年 小輩二十年的英文單字 但非常可惜我就不是 我所有的教育都在台灣完成的 然後因為我爸爸工作的關係 所以呢,我之前有到美國去讀幼稚園一個月 在我上大學之前呢 我有到那邊的熟期語言學校上學一個月 但基本上這些經歷我覺得都不會對英文有什麼太根本性的注意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還是屬於短期衝刺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在美國讀書 整個國中、整個高中、整個大學 那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我跟大部分人都一樣 我國小呢,也有去那種英文補習班 不過大家絕對比較誤會 我們絕對沒有大撒幣的去什麼 什麼雙語學校啊、雙語補習班的 就很...大家都會去的那種什麼 喬登梅雨啊、長頸路梅雨啊 就是那種你家巷口旁邊就會遇到那種英文補習班 如果真的硬要說的話呢 我個人是一個非常積極去爭取國際交換交流經驗的人 那像是我在就讀清華大學的時候 我大肆去了浙江大學交換一學期 就讓我沒有因此變好 我記得我那時候還去參加了一個電台舉辦的活動 然後他就說 我講話非常的不自證腔圓 在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先移到教育部獎學金 所以我去德國交換了一年 但是我的德文還是超級一般 然後可以說是蠻爛的 不過呢只要是一些參訪活動 不管是要到國外去的 又或者是在台灣要接待外國人參與一些活動的 我都非常積極地去爭取 再來這一點呢 大家一直非常難想像 就是我的英文考試成績其實很爛 所以大家聽我講英文的時候 可以仔細地去聽其中的文法 你會發現整個就是一團糟 超級亂 然後完全在亂用 我這個人唯一一個優點 就是呢 我不怕被笑 我就是很有勇氣的 噼里啪啦就講出來 我就是講 以上的這些呢 可能跟大家想像的都不太一樣 不過其實我的台語講比英文更好 所以如果你的背景到我 哪想要想像 你就會參加我學英文的方法 也希望這段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不負責任 也非正統地來分享我自己 學習英文的一些小撇步 第一點 放感情念 甚至呢 是戲劇化的去念這些字 才不會顯得那麼僵硬 像是我們平常在講中文的時候 是我們熟悉的語言 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就會很投入 會有一些表情跟動作的變化 不過呢 當一切切換到英文的時候呢 所有的事情就變得很不自然 整個人很僵硬 好我舉個例子 台灣人呢 非常喜歡講的一個叩頭禪 就是 真假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鎮定 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更長一點的例句 真假你也會去嗎 然後變成英文的時候很多人就是 Really Are you going as well 就突然變得很鎮定 不知道在鎮定什麼 可是如果你 把整個情緒更投入一點 甚至更細句話一點 你就這樣 Really Are you going as well 這兩句話 根本沒有任何的不同 只是情緒上的不同 但是你是不是有一點覺得 後面那句話的 講得好像比較厲害 比較好聽 比較外國人的感覺 對吧 有沒有 沒有 再給大家一個例句 I'm so excited to share our temple event to more foreign friends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ask me 讓你覺得 哇 挺好像很專業的樣子耶 所以呢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你們不妨呢 把你的情緒 平常在念中文的那個情緒 也投射到英文的句子裡面 那當你在練習句子的時候呢 不要只是默念在心裡面 要大聲的念出來 並且加入情緒的去念 小微跳 相信一定可以讓你整體的感覺 聽起來更加的專業 而且更加的自然 才不會這麼僵硬硬邦邦 第二點 我個人覺得也是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完全不要管什麼狗屁文法 你開口講 這件事情才是真的 它基本上也就是台灣人講英文 最大最大的阻礙 我個人覺得可能跟我們的民族性有關 就是我發現台灣人好像很怕犯錯 因為大家覺得犯錯會被笑 但是呢各位你要認知到 溝通跟我們寫文章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像我們跟李白也不一樣 我們不需要出口成章引經句點才能講話 我們平常這樣子就可以溝通 那就好了 那也就非常足夠了 用一句極其老套的話 來鼓勵大家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要先開始 才有可能很厲害 像是我發現很多人有個通病喔 就是他在講一句話之前 他會 很猶豫 想半天 然後在猶豫這個文法怎麼用 然後想半天 然後最終那句話 氣急功心最後沒有吐出來 這就像什麼 這就像呢 你瘋狂的讀書讀書讀讀讀讀讀讀讀 到最後你沒有去考試 所以你得了零分 完全前功盡器 所以我就問 那個文法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我個人覺得啦 只要這個文法沒有錯到影響語意 只要你語意還是完整的 這樣就足夠了 文法正確與否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錯了 喔 So what 聽得懂就好啦 那為了洗腦大家 一定要開口開口開口 絕對不要管文法這件事 我想了三個情境來洗腦大家 你講中文的時候文法真的都正確嗎 我直接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們歡迎現在來到我們舞台上的是我們的董事長 跟我們歡迎董事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這兩句話你都聽得懂 但是呢 後面那句的文法相對正確 因為我們歡迎 歡迎是動詞 後面要寄一個授詞 所以呢 歡迎董事長來到舞台上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用法 怎麼可以 我們歡迎 現在來到舞台上的是我們的董事長 聽起來怪怪的對吧 文法有點錯啦 可是你還是聽得懂不是嗎 那我們中文不是也是一直在犯一樣文法上的錯誤 你自己的母語都不care 你去care一個第二外語的文法 外國人講中文的時候 一樣也是里里啦啦 但身為母語的我們 我們絕對聽得懂啊 我舉個例子 我要台北去坐高鐵 今天 我今天要坐高鐵去台北 外國人有時候那個語序文法完全錯 你還是聽得懂 你甚至還誇獎他說 你中文講得很好耶 那反過來啊 我們在跟外國人講英文的時候 他們是英文的母語使用者 就算我們講的里里啦啦 他還是一樣聽得懂啊對吧 文法錯了根本也沒什麼事情會發生 難不成天會塌下來嗎 我舉幾個例子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跟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喔 很多人就會在那邊想很久喔 any後面那個question到底要不要加s 想半天他這句話直接講不出口 有加s沒加s你都聽得懂啊 就錯了怎麼樣 就 沒有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再來一個例子 大家很常用錯的間接問句 Why are you angry I don't know why you are angry 那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要怎麼用 你直接講說 I don't know why are you angry 大家一樣還是聽得懂 絕對沒有人會說我聽不懂 聽完這三個情境之後 有沒有一種 哇 醍醐灌頂的感覺 是不是 發現 喔天啊 我花了大半輩子在糾結的文法 其實居然是 最不用擔心的事情 要沒有 他們其實一點都不重要耶 一點都不耶 完全沒有在影響耶 有沒有覺得自己白擔心呢 很好 就是需要這種效果 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文法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開口講 那才是真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點 我們要學會換句話說 其實呢 中英文在轉換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個字都有相對應的單字 所以呢 你不用一定要勉強自己 找到最最最適合他的 意思差不多就好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單字量不夠多的話呢 你可以也試著換句話說 用一些簡單的方式 去描述那個很難的字 我先用中文舉個例子 讓大家比較好想像 好 一個成語 引經句點 因為是成語嘛 所以算是比較 high class的使用 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出來 這個成語怎麼用的話 你可以換句話說 他引用了非常多名人的話 還有厲害的作品 好 那英文我也舉個例子 pandemic 就是大流行病的英文 那可能這個字呢 我個人覺得他已經 有一點中高階的用法了 你真的不認識這個字 或是用不出這個字 你可以取而代之的說 serious disease 嚴重的病 再來 correspondent 一致的 那如果你真的 用不出這個字 我覺得你直接用the same就好了啊 還有一些人 會糾結在一些專有名詞 他覺得 他一定要講出這個專有名詞的英文 到底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金鐘獎 你等一下金鐘獎的英文是什麼嗎 我幫大家查了 golden bell a word 但是當你想要講 又講不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描述呢 你就換句話說啊 你就說 an a word for TV shows 這個也很通啊對吧 所以大家不要一定要找出那個 exactly那個字 換句話說 或是用其他簡單的單字去代過 其實也是很好的一種方式 所以大家聽我在講英文的時候 大家會突然覺得自己的英文程度變好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人呢 單字量其實也不多 我從來不用那些深男字 我都會用很簡單的單字去描述 所以你會突然覺得 欸我突然都聽懂了 但其實也是因為我不用深男字 所以呢大家也比較容易去理解 這真的是一個win-win situation 善的循環 第四個 有些人呢不講英文 除了卡文法之外呢 他還覺得發音 他覺得自己發音不標準 他這個字發不出來 因為有一些發音呢真的比較難 我舉個例子 呃像我之前有卡過 exactly 因為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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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练习就是 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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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我跟他笑很快额额额额 有一天我唯,哇! 就练出来了 事情就是这么神奇 擅用你的零碎时间去训练你的发音 从有一天就顺了 5 我觉得其实模仿很重要 像我之前 国高中,在德宫中学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个 我当初觉得超级可笑的练习 我不懂老师为什么要叫我们做这么蠢的事情 听很多次那个MP3 然后呢老师音调往上我就画往上往下我就画往下 然后听超级多次同一句话听十几次 就是为了记录那个音调然后模仿他去念 我当时觉得超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学了这句话那其他句不一样啊我要怎么念 不过呢其实好像也是蛮有用的 你慢慢的练习之后呢 你就会对于那种音调起起伏伏越来越有sense 虽然你这句话跟你练习的那就是不一样 可是你就是自然而然 你就会不小心读出了一个很像母语人士会念出来的语调 第六点肢体语言 这其实也对于你要表达的意义有加强 而且也容易让别人理解 好我来举个例子 把我手绑住 好不动手 do you wanna go let's go together come on 好解放我的双手 do you wanna go let's go together come on 有没有 这个整个感觉又不一样的 而且呢当你在说I don't know的时候呢 你就语调上扬 加上面部疑问 加上你的手势 I don't know 就算听不懂I don't know这句英文的人都知道 你 don't know 好吗 好吗 第七点 口语化的使用呢会让你显得整个人更接地气 就像外国人想要学道地的台湾人讲话 他总是不会去翻我们的国小课本吧 好举个例子啦 I don't know 我会念I don't know I want to go 我会念I want to go 所以呢这些don't know wanna 就是呢比较口语化的用法 而且呢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查Urban Dictionary 大家比较口语化的字典 你会学到很多很常用的字 好啦 以上的这些小技巧呢 就是我总结 我这些年来参加各式各样的国际活动 然后呢也遇到了各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我发现他们讲英文的习惯跟心态上的差异 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 以上我讲的这些漏漏的东西 你可以完全都不听 你可以全部忘记 你可以全部忽略 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呢 讲出来才是真的 你一定要勇于讲出来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你没有做这一步呢 你学英文一辈子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用 希望以上的建议对大家有帮助 不要说是你啦 其实呢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平凡人 我也会很羡慕那些ABC啊 完全少奋斗20年啊 少背20年的英文单字啊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我现在呢 有时候啦 现在比较少背啦 但是偶尔呢 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背单字 然后呢去听一些英文演讲的时候 啊你不要以为 哦就一直要听得懂 但其实我还是大部分都听不太懂的 虽然我是英文主持哦 不过我有时候呢 也会常常误用错误的文法 还被我的当英文老师的朋友纠正 所以我会发生的错误 其实你也会发生啊 并不是说哇 旧一直英文好好 旧一直都不会错哦 旧一直的文法都很对 完全没有 我就是跟大家一样 甚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那时候直接发愤图长 要把英文练好呢 是我在国中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有非常完美的 英式腔调的英文 他那时候就嫌弃我 他就说 你讲英文有一个台式腔调 然后呢我就说 我才没有我没有台式腔调 然后他就说好啊 那你念the这个字啊 我就念the 他就说你看你这就是台式腔调 我们真正的美式腔调跟英式腔调 我们是念the the 你的舌头要伸出来 然后呢我就被击到 我超级生气 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开始模仿那种 大家说英语啊 或是模仿外国人讲话 我一定要讲的很美式 让大家再也不会取笑我 好 我的动机有一点中二 但这的确是我当时鼓励我 发愤图长学英文的一个 小小的可怕故事 很开心我可以讲台语 又可以讲英文 在台语的部分呢 我可以更接地切 去了解台湾的传统文化 那在英文的部分呢 我可以更完整的去跟外国人 阐述这些台湾美好的事物 然后我个人又是一个 超级喜欢分享故事 然后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我的旅游风格啊 台湾的文化 这都是我非常具有热情的地方 所以还是期许自己能够成为 台湾的传统跟庙语文化 还有国际化接轨的这个桥梁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而且非常的荣幸 这个时候我就不禁要跟大家分享 你用英文讲故事 用英文分享旅游 这些都可以都OK 但是用英文讲庙语东西 真的太难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已经不是资料难找的问题了 是根本没有这个资料 就是没有 因为你想象哦 庙语的那些字跟英文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直接对接的 能够连接过去的单字 所以我已经变成了 我说了算的那种概念 因为前面真的没有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也欢迎各界的高手 大家来切磋交流 我们看怎么样把台湾的这个妙语文化能够更好 然后更简单 更容易的让大家去理解 然后更好去把它传播出去 然后如果大家呢 对于影片有什么样的新想法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这边留言 或者是多多帮我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 如果你喜欢Juice的影片 或者是喜欢Juice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些订阅都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喜欢我的喜欢 欢迎大家支持Juice的频道 再次感谢大家